再来 还有一个同学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假如这张图片 假如这张图片 我把大小 我把大小设定成 比如说50好了 比如说宽度是50 宽度是50 然后宽度高度就跟着一起改 确定 他希望这一张图片 也是相同的设计 这时候按哪一个快速键 F4 等一下 假设这我换成是 5公分好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F4 有看到吗 就是这一个我的宽度设定好 宽度 假设我今天把它改成10 宽度改成10 然后接下来呢 这张图片 F4 它就会放大 你看这边宽度 你看这边宽度是不是也改成10 它会等比例 等比例是它这里面 它预设 预设锁定长宽比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假设我们今天抓进去的图片 本来大小应该会不一致 现在放在我Word的文件里面 就会一致了 而且你不要一直 像这边是不是9.7 再点一下F4 假设我把它改成8公分好了 8公分 这张图片宽度是8公分 那我这张图片 我也点一下F4 它就变成宽度是8公分 好 这个F4 给你们稍微参考一下